智力是26嘛 然後你現在魔攻是14 然後你把它洗掉 14是不喝 就其他東西的情況是怎樣 然後測試看看 我應該不會死掉吧 一層五區 那我直接 隨便順飛 然後 開掛 10分鐘吧 現在 10.04 掛到14分 然後基本上如果在這邊 假如說真的轉利 那 瑪娜敲 效果還不錯的話 基本上 古古丁地尖六七樓也是可以這樣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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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瑪雅 今天我跟北春要來實測一下法師 到底用力量還是用智力比較快 大家都會用那個水晶防禦在打 可是他的續航力其實就沒有很高 然後我們的防霜基本上 能拚到70我覺得已經算是不錯了啦 對於小資主來講的話 如果你可以拚到80以上的話 代表你裝備真的是蠻厲害的 卡池也高 然後收藏品也有用 然後裝備可能都過二過三 或者是買了一些藍裝 我目前是只有魔力手套而已 其他都是綠裝 然後我的盔甲跟頭盔都是過一 鞋子也過一 內衣也過一 再來就是我的收藏品 卡池的話我沒有開很多 那我們這邊實測的話就是 掛10分鐘 可以看到我們的經驗值跟金幣 這裡10分鐘快到了 大概是8000多塊 然後經驗值0.3%左右 我現在是44等 那我這裡就直接吃回憶蠟 他是要用倒退的 他不會直接把你恢復到原始值 那我把智力推回去 8點 全部加到力量 力量原本是67 然後我剛把裝備脫掉了 我想說遲之前要脫裝備 看起來是不用 所以撐上去的話大概會是在 75 76那一邊 我現在如果智力點上去 原本的數值是這樣 然後把它點回來 原本是點上去的話大概是24 加裝備是26 把它補回去力量變72 差不多喔 最多只能到70幾 沒辦法再更高了 有黑張子魔杖我是加7啦 我其實應該換魔力比手的 可是因為我有加7瑪娜了 所以我就沒有 特別去換魔力比手 更正一下啦 因為我武器有加命中 加上去的話大概是 到83 看似挺高的 但不曉得實際上怎麼樣 換瑪娜的話變82 因為黑張子魔杖多一點命中 還是拿瑪娜實測好了 畢竟沒有魔力比手 大家可以再看一下數值 點字力的話是這個數值 然後魔攻的話是14 黑張子魔杖那時候我換的時候是 拿去實測能不能爆到怪啊 可是我覺得命中率還沒有到很高 所以我就沒有分享給大家 因為爆龍之谷的那個骷髏啊 我大概爆3下 平均3下至5下會爆中一次 太浪費魔了 回魔回太久了 我覺得太不符合效益了 還是燒怪比較快啊 那我們這邊的話變身也沒有加嘛 因為變身是八風特 沒有加近距離命中 那這裡的話我就是直接確定啦 就用82的命中去測試看看 然後我們一樣去測試10分鐘 然後法師啊 現在除了手動燒怪之外 掛基點的話 基本上像我掛古丁5樓跟6樓 多掛不久 就是一趟的話大概半小時至1小時就差不多了 如果你再沒有回到電腦上的話 你下一次登進遊戲的時候 就會是12個小時後了 因為我們在1-07 1-07真的是好玩 可是排隊不好玩 到這邊進來一樣 我們就瞬移然後先找個點 直接開掛 換麻辣的話呢 我們自動抽獵就加一個粒元素 施放一次 你的設定那邊你可以調整 70%以下他就不會一直丟 那我們一樣掛了10分鐘 但你記得那個正義那邊 你要把它打開 放一些加速數啊 精準強化啊 那些 負重的話看你要不要放啦 如果你要去掛基前的話 你可以放一下負重強化 看起來跳的速度差不多啊 沒有差很久 而且感覺尖閉有點慢耶 經驗值也有點慢 但是我發現了 看起來少了一點點 那我還是看一下打怪的 大概爆一下 敲敲還蜜蜜蜜蜜 大概敲10下左右 然後爆一次列印數 換回去吧 我覺得沒比較快 剛剛以10分鐘的數據來講的話 是比較慢的 那我這邊把它點回去 然後我們帶水晶魔掌來敲 如果說你換立法的話 我覺得你敲低等怪 像我現在40幾等 那你就不要敲40到45的 可是這樣練等就變得比較慢啊 就是 你看比較快 打起來比較快對不對 再試一次 1 2 爆 4 5 6 7 8 9 大概也是8到9下 可是爆變得比較痛 對啊比較快啊 比較耗磨可是變得比較快 掛低等怪的話 要賺錢快的話 立法還不錯 可是要考慮到手動燒怪的問題 不行啊 這命中真的不行啊 主要是收糖品吧 你看這邊 進距離命中 然後跟那個力量值嘛 魔法娃娃這裡 子娃就不用說了 子娃就不太可能 這個飛龍的話可以加2命中 我剛剛是83嘛 加2就變85 然後變身這一邊的話 我們選力量跟進距離命中 這裡的話 1 2 都好取得的 1 2 3 4 5 6 7 6 這個不可能 7 這個有可能 所以有可能會再加7點上去 另外一邊是2點 這樣就加9點 加上去的話 我們會變成 大概是92左右 然後收產品 可以拉3把 加6的 銀色大劍大麻 跟那個鎖破 再加2點上去 這樣感覺就蠻高了 可以試試看 然後等級再升上去的話 可能也會更高 所以我目前試試等 測試轉力法 光是靠打 跟烈元素的話 失敗 等我再高等一點 大概4748的時候 我再來測試看看 然後裝備也有提升上去 抽卡也有 抽上去的話再說 目前預算沒有那麼高啦 可能要過年後了 今天分享實測的影片 我花了兩個回憶蠟燭 那希望就是 要轉的人可以三吃啊 就是看你的卡值到底夠不夠多 你的裝備到底夠不夠好 如果你覺得你有能力的話 卡值能夠擴充的話 你再去轉吧 不然有點浪費錢 下部影片見 掰掰